这密密麻麻的线路是瑞芳高工机械科学生练习器油压系统的成果 从无到有开始架设 考验着学生的耐心与专注力 自三年前学校便开始教导学生自动化机械的基础技术 算是新北技职教育的先驱 透过新北市教育局创新教育加速器计划 学校今年有更优渥的资源向前迈进 这一次建立我们自动化教学中心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我们的基础课程 比如汽油压的课程 现在有新的设备已经进驻完毕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机器人的实习课程 目前也已经建构完成 这些课程包含电机科所支援的 机电整合实习的课程 初步建构出自动化教学的一个模态 机械手臂属于机电整合的课程 透过简易的电脑程式 机器人可取代人力将杯子堆成尖塔 也可以结合轨道等配件 未来让学生认识自动仓储技术 而机械科学生也能从自动化教学中心里 发展专题实验或证照考取 提升自我衔接业界的实力 我现在自己有一张机械加工丙级 然后一张气压丙级 未来的出路上 气压可以做偏向自动化行业 感谢学校 毕竟我们平时自己在外面 也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这种设备 像我们本身从事机械 那机械的自动化生产 在目前人力缺乏的情况下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够把这个学好 在还没有毕业之前 可能就要来先预约了 否则这些学生都应该是非常抢手的 感谢教育局的协助 特别代表学校 感谢我们教育局有这么好的一个计划 透过我们教育创新加速器的计划 让我们机械科的学生 可以在非常多新兴产业上面 有一个新的学习 透过这样的计划 我相信我们学校的学生 在这些新的产业 有更多的能力 更多的机会 可以跟外面做一个接轨 瑞芳高宫今年拿到 新北市教育局教育环境创新计划 总经费900万元 共三年分阶段实施 包括第一年建构自动仓储系统 第二年利用自动搬运演练 操作智慧物料物流 第三年发展自动光学检测 透过仪器自动读取物件的尺寸 并建立云端影像与尺寸判别 希望透过新北市加速器专案计划的支持 让瑞芳高宫机械科的专业教育 得以发扬光大 记者上阿文瑞芳采访报道